招聘助理啊 月薪一万 隔一天跟我拍几个视频就行 没有乱七八糟的 但是要求必须得是这个 女生一米七以上 生态好 打的不用太漂亮 但是人品要好 最好是单身没有对象的 因为那个有对象乱七八糟的 非常麻烦 然后给我以后的助理准备的礼物 看啊 两个表随便挑 这个是女款 然后这是 这是卡地亚 再随便啊 在工资给的前提下 这个表也是给她的啊 如果不是亲眼所见 我是万万不敢相信的 看看我的视频就知道我是干啥的了 宣传国产正能量 中国制造 每天战斗在舆论的第一线 比较忙 咱们也不带货 不需要卖东西 但是收入非常高 在辽阳这个地方 一个月能挣个十来万块钱 我觉得我还行 不抽烟 不喝酒 不赌不喝 那有人就说 你是不是找对象呢 你也可以这么认为 对不对 如果事业都不能合作 你性格都不合的话 那还找啥的 对不对 我一米八一身高 体重是一百七十斤 没有什么不良 丝毫 未婚单身 未婚单身 聊天室有很多比我优秀的男人 但是像我这样 未婚单身的 收入很高 没有不良丝毫的 可能就不太多了 是吧 我不敢说我是最优秀的 但是还算可以吧 然后女生是一米七以上 不行将来标准 一米六八以上也行 身材好 长得白 对吧 最好是未婚单身 离的也可以 但是最好就是 是我 最好是未婚的 然后跟你开支 工资是不太差的 然后这几年发展 你也行 也可以找对象 但是不一定非得对象 我打算固两个主理 应该是想 找到一个人品好的女孩 对吧 人品不好 算你我的 成天价 拿钱 啥也不干 赶紧跪一边 没空跟你浪费时间 唯一的任聘方式 就是你在评论区留言 我看看你的作品 都是什么样的 就是如果没有 看不着形象的 乱七八糟 不符合标准 你别浪费我时间 没空跟你扯 我天天拍视频 就能赚很多钱 别人一个月的收入 可能我一会就赚了 懂不懂 所以说 彼此尊重 不浪费时间 符合标准 欢迎你们来面试 来应聘 就是这样 竞争也比较激烈 行了 不说了 对了 工资不太差的